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不过在台湾很难能感受到冰天雪地的滋味 更别说是举行滑雪赛事了 而滑雪协会为了要推广运动 所以特别举办了一场滑雪博览会 主办单位还贴心地在室内建造了一条人工滑雪道 让民众不用出国也可以感受滑雪的乐趣 穿着比基尼的辣妹从滑雪道上优雅滑下 是不是让你有季节错乱的感觉 现在在台湾就可以感受到滑雪的乐趣 今年刚好碰到了滑雪协会的50年的周年庆 同时滑雪人口也达到了近万人的这个程度 想说就办了一个滑雪博览会 首度举办国际滑雪博览会就大规模教授人工滑雪道 为了就是让民众对于滑雪不再只是遥远的想象 如果你是那种爱刺激的运动 而且每天的雪况都不一样的 那这个运动就会刚好就是给你 目前全世界这种人工滑道有三个 所以我们从成都那一边的尖峰滑雪场 尖峰这种人工滑雪场引进这个人工滑道 难得在台湾有大型的滑雪活动 连目前正在密集训练 准备明年2014冬季奥运的选手也前来共享胜举 大家好我是文彦博Perry Moon 我现在呢在台湾参加这个台湾的第一届国际滑雪博览会 那我现在的目标呢就是代表中华台北队 代表台湾参加下一届在俄罗斯所及举办的2014年冬季奥运 为期四天的滑雪博览会22号之前 都会在五谷工商展览馆举行 民众可以趁着中秋廉价到这里来趟滑雪初体验 UDN TV 吴嘉佑 五米星新北市报道 温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